而这个时候 夜运师也终于得偿所愿 证明按照一开始的约定 在他陪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把一直藏着的夜云城的日记本 递给了他 这是约定的东西 现在我把它给你 当这一本日记本再次入手 夜运师心里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感觉 如果硬说要有什么感觉的话 那么只能够说 这一个日记本 太过于沉甸甸了 三姐妹同时将视线 投放到了她的手上 大姐 你这个是什么 大姐 这是谁的日记本 好眼熟 夜运师看住三双期待而疑惑的眼神 深吸一口气 这是夜云城的笔记本 夜云城的笔记本 夜运英猛的心跳快速地跳动了一下 这里面写了一些什么 大姐 你能够给我看一看吗 夜运英如今有一股强烈的直觉 在这个日记本里 她能够找到答案 夜运师脸色复杂 我也没有看过 证明在旁边插了一嘴 你现在就可以打开 夜运师沉默了好一会儿 内心反复地挣扎和拉扯 终究 不知道是出了什么心理 她还是没有将这本日记本给打开 医院 手术室 耀眼的红色 无声地转变成了绿色 手术中变成了手术丸 门打开之后 一行人推着平车出来 回到了病房 夜云城神志是清醒的 可是因为刚刚打了麻醉 所以浑身无法动弹 只能靠看住护士将她抬到病床上 等护士将她的心电监护上好 夜云城就沙哑住开口 能不能 拜托你一件事 什么事 帮我 打开名人们的童年 这个综艺节目的直播 可以吗 护士听到这句话 都觉得夜云城是疯了 他恨铁不成钢地看住夜云城 你都已经这样了 才刚刚抢救回来 怎么还惦记着这档节目 夜云城勾起了一个笑 就当作是 我最后的遗愿 他话都已经放得这么狠 护士最终叹了一口气 你别说这种话 我给你放就是了 护士很快地打开了病房的电视 然后打开直播 投屏 夜云城终于看到 现在的进度 证明怎么会到上面了 等听到了证明的话 夜云城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居然 违背我跟他之间的契约 夜云城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无比的激动 是愤怒产生的激动 护士看到他这个样子 赶紧伸手压制住他 叶先生 你冷静一点 快点放松呼吸 不要这么紧张 夜云城努力地平复住 他 为什么要上去 为什么要违背契约 快停下 可是他的所有的反抗 都是徒劳无功 就像他在之前 就不断地在反抗脑海里的系统 他让系统不要再继续播放 可是系统完全就不听他的 自顾自地 将他的所有记忆播放出来 而现在 在大屏幕上 证明已经坐到了沙发上 佩戴上了记忆提取器 然后他的记忆 融合了系统提取的夜云城记忆 变成了一个无比完整的记忆 播放在了大屏幕上 天气变冷 外头还下着小雪 呼一口气出来 都能够变成肉眼可见的白雾 路上的行人匆匆 各个都穿着羽绒服 缩着手赶路 萧瑟的风雪中 一个11岁多的小孩 从一条小巷子里走了出来 他面容消瘦 只穿着一件非常单薄的毛衣外套 走在路上 难免地不引起别人的注目 叶云城快速地走了公交车站 等了接近十多分钟 才终于等到了公交车 一上公交车 叶云城就感觉到周围的温度 终于暖和起来 站了约摸半个多小时 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华龙公司总部 他进去的时候 理所当然地被拦住了 我是来找郑总的 我有预约前台人员明显不幸 毕竟叶云城的年纪真的太小了 这么小的一个小孩 说约了他们的郑总 去去去 小朋友 这里不是你来玩的地方 前台人员脸色很不好 快出去 不要在这里玩 叶云城 我真的有预约 小朋友 你要是再不走的话 我可是要打电话叫你家长 或者是报警找警察了 前台人员已经完全不耐烦了 直接就把叶云城赶到了外头 叶云城非常无奈 只能够掏出一个很老旧的手机 亲自打电话给了郑明 郑总 我到你公司的楼下了 在他打电话的时候 前台人员还没走 他忍不住地冷笑 你这小朋友装得还挺像 装完了就赶紧给我离开 这么小就在这里装无作样 长大了还得了 指不定还干着这些偷鸡摸狗的活 时早得进橘子里面 前台人员估摸着是受了许多气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机会冷嘲热讽 自然不肯这么快地就离开 等他好不容易嘲讽完 身心气爽地想要转身回去 结果刚一转身 就看到了郑明站在他的身后 前台身体下意识地露出了一个虚伪银河的笑 郑 郑总好 郑明脸色严肃阴沉 你话还挺多啊 在我公司当前台委屈你了 我们这要不让你这尊大佛 等会儿你就自己去人事部领这个月的工资 前台完全就蒙住了 为什么 郑明已经没再理他 转头看向了叶云成 脸上露出了尊敬的笑 让你见笑了 前台瞪大眼睛 看住以前面容严肃冰冷的郑明 特别好声好气 尊敬地把他刚才一直在冷嘲热讽的叶云成 迎接了进去 居然真的踢到了铁板 郑明走在叶云成的身边 哪怕早就已经知道 和他一直聊着的天才 就是眼前这个才十岁的少年 可是当真的看到了的时候 郑明还是无法从心里面抑制住震惊 当真是天才出少年 长江后浪推前浪 谁能够想到 就是眼前这个不过十岁的少年 写下了如今市场上最爆火的两款游戏 卧槽 最重要的一幕来了来了 郑明真的认识叶云成 啊 前面一直困扰住我的谜团 终于要解开了 所以实锤了 尘埃等于叶云成叶 云成等于尘埃 你们都在等待着这一幕 只有我想要知道 刚才叶云师手里面拿的那个日记本 到底是什么吗 对对对 那个日记本里面到底是什么 感觉好像很多秘密的样子 叶云师在干什么呀 不要藏着掖住了 把日记本堆到镜头里 让我们看看里面都写了一些什么 直播间的观众们各个都想要看 叶云师手里的那个日记本 里面到底写了一些什么 观众们的怨念太过大 节目组自然也看到了 工作人员 导演 他们都想要看叶云师那日记本的内容 导演收到 用耳麦和主持人沟通 观众们现在都在提 想要看叶云师那个日记本里的内容 你想一下办法 主持人能够怎么办 当然是得要听导演的 运势女神 我注意到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都在发弹幕说 想要看一下女神 你手里的这一本日记本内容 我能不能请问一下 这个叶云城的日记本内容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吗 叶云师在没有拿到日记本的时候 就想要打开 看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可是等到真的拿到了手里 他却又不想打开了 应该说是不敢 可现在听到主持人的这话 他进退两难 叶云英在旁边道 大姐 打开吧 我也想要知道 这个日记本里面到底写了一些什么 被这么多双眼睛注视着 以及那么多的观众想要知道 这一切的一切 都像是赋予了他勇气 他答应了 好镜头来到了他旁边 对准了他日记本内容 叶云师深吸一口气 终于缓缓地 把这本日记本给打开了 第一眼 他们就看到了几个大字 妹妹们的培养方向 直播间哗然 妹妹们培养方向 家人们 我突然明白了好多东西 这个日记本 怎么让我感觉很是熟悉 感觉好像在那里见过 前面的 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我们确实是见过这个日记本 好像就在叶云仙 一岁两岁的时候 对对对 我也想起来了 那个时候叶云成就在旁边 不知道写出什么 所以这个日记本里面的内容 是叶云成在九岁的时候写的 卧槽 叶云成九岁思考的问题 就已经如此和我断层了吗 快翻开下一页 下一页到底写了些什么 叶云师 旁扶是听到了大众心底的呼唤 缓缓地打开了下一页 下一页 整张纸都是密密麻麻的 写满了各种东西 大妹妹如今对数学很感兴趣 并且能够看出 她在这方面天赋很高 以后就专门在这方面培养她好了 如果除了这些教学培养 金钱这一方面也得要跟上 不然以后肯定很难行动 在金钱这一方面要怎么做呢 有了 游戏是最赚钱的 整张纸密密麻麻 提取出的有效语录 就是叶云成在这确认了 叶云师以后的培养发展方向 并且确认了该用什么赚钱 从这短短的一页之里 就足以能够看到 叶云成为了这一件事情 到底埋下了多长的伏笔 叶云师心头越发震动 而直播间的观众 则是纷纷开口 所以叶云成从这个时候开始 就已经想到了后面要走路了 那他去见郑明 恐怕也是为了钱这件事情了 可是如果要是游戏的话 为什么不去找其他人 而去找郑明 他不是手机的吗 跟游戏完全就不搭边啊 不只是观众有这一个疑问 就连四姐妹也同样是这么想的 不过很快 大屏幕上运转的画面 就告诉了他们答案 两人在会议厅座下 郑明本来还想沉着气 让叶云成先开口 毕竟在商场里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彭扶谁先开口 谁就是输了 可到了最后 还是郑明沉不住气的开口 你之前和我说的 我很心动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你要来找我 因为你完全可以 找游戏第一方 游戏发布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是下载平台和宣传 叶云成这个小作坊 如果想要把游戏做大做强 就得肯定得找一个游戏第一方 作为平台宣传 可是 叶云成却反其道而行 压根就不去找什么游戏第一方 而是找了一个 完全不相干的手机发行商 叶云成挺直住腰杆 面容虽然稚嫩 但是气势却如同即将出窍的剑 因为我想要打破常规 为什么只有游戏平台第一方 才能够作为宣传途径 依我看来 郑总的手机发行数量 要比游戏第一方强得多 叶云成三分甲七分针 打破常规什么的 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他心里面其实想得很简单 游戏第一方抽的抽成太多了 而且 未必会给他大宣传 但是 如果和郑明合作 只要他每一部手机里 都会装机自备这一款游戏 那这完全就是隐形的大宣传 还有很多很多隐藏的好处 不过这些 叶云成不必要跟郑明说的那么明白 我想要说的 在之前就已经和郑总全部聊过 我想郑总你应该也各方面的评估过 才会想要见我的 郑明确实是早就已经在心里面 进行了评估 他怎么可能会真的就这么鲁莽 确实如此 不过现在是真的签约合同 我们能够仔细地谈一下细节吗 叶云成露出了一个自信的笑 当然可以 两人在会议室里面探讨了整整 差不多两个多小时 才终于把很多细节敲顶完毕 等到合同真正签约后 郑明看住叶云成的眼神 都完全不一样了 你真的不像是一个十岁的小孩 大人都没他如此思维敏捷 不 应该是说 混迹商场几十年的普通岗位职员 都没他来得厉害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妖孽 天才果然出少年 不只是郑明如此想 就连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是这么想的 真的 家人们 我看完之后 我对我的智商产生了怀疑 我十岁的时候在干什么 我在捏你一把 但是人家的十岁已经签约大合同了 叶云成不是人 是神 我此时真的好想要说一句 叶云成到底是个怎样的妖孽啊 一群观众们在吹捧住叶云成 这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叶运师粉丝们的不爽 这有什么好厉害的 我家女神十一岁的时候也签约了百万合同 好吗 对呀 而且在十四岁的时候还自己开发了香蕉啊 我们骄傲了吗 粉丝们的弹幕很快引来了私逼 哦 那你们好棒棒 你们是完全就忘记了 你们女神这些是怎么得来的 笑死我了 明明就是吸着叶云成血得到的成绩 现在居然还有脸在这里炫耀 真就是跟这四个白眼狼一样无脑啊 直播间弹幕重新开始乌烟瘴气 不过这也没能够影响大屏幕里 继续播放着的画面 叶云成笑了笑 没有接这句话 他怎么可能真的是一个小孩 前世好歹也活到了二十多 他伸出手 合同签完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叶云成和正名敲定的合同 非常的简单 简而言之 就是叶云成会重新开发一款游戏 而这款游戏将会只在正名手机里上线 至于这一款游戏是什么 叶云成早就已经想好了 一款特别特别简单的 只有几个小方块组成的开放世界游戏 玩家可以在叶云成所创造的游戏地图界面上 随意地创建出任何他们心中想象的建筑 这个游戏开发很简单 也很符合现在叶云成所拥有的 不多的资源 叶云成整理完一切 顺带买了菜回家 四姐妹都没有在 也不知道是去哪里玩了 叶云成把所有东西放下 看了一眼时间 还早 不需要这么快做饭 他前翠坐在沙发上 拿出了一个日记本 翻开第二页 开始在上面写写画画 前妻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 一切似乎在按照计划中的进行 虽然已经有了两款游戏打底 可是一切还是不够 那个恶心的男人 我绝对不会让他接近我的几个妹妹 必须得要做得更多 更快地铲除那个恶心的男人 大妹最近学习没有什么需要操心的 但还没有找到二妹所喜欢的爱好 只能够暂且先放在一边 看二妹喜欢什么 不过或许让她快乐成长 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三妹最近好像越来越不喜欢 和人说话 得要注意一下了 叶云诚写住写住 突然间感觉到胃部突发的颈弯 她忍不住的双手捂住了胃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就在这时 屋子外头传来了钥匙 转动门锁的声音 是四个妹妹回来了 夜运师一打开门 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夜云诚 原本脸上正在笑着的笑容 一下子就收敛了 与此同时 身后的双胞胎还有夜运仙 也同样注意到了夜运师的脸色 欢声笑语也跟住收敛 一副害怕的样子 缩在了夜运师身后 夜运师就像是母鸡护住小鸡一样 将三个妹妹都护在了身后 你们赶紧回房间 双胞胎姐妹非常听话 赶紧拉着夜运仙跑回房 昏暗的灯光下 因为胃部静蓝疼痛 而导致夜运城的脸色 看起来无比的猙獰 也同样因为灯光太过于昏暗 导致夜运师压根就没有看到 夜运城脸色到底是有多么的苍白 不过就算是看到了 夜运师也不会多想 毕竟在他的心里面 夜运城早就已经和人渣废物 画上等号 他怎么可能会关心一个 人渣废物的脸色 到底是白还是难看 夜运师看住这副模样的他 硬鼓起了勇气 你看着我们做什么 不要以为你脸色摆得很难看 我就会怕你 我告诉你 我才不会怕你呢 夜运城此时胃部静蓝 压根说不上话 只是脸色看住更难看了 这一副脸色 直接就把夜运师吓到了 他下意识地后退小半步 不对 夜运师 你为什么要怕他 明明就是他先付了我们 他吞了我们四姐妹的钱 还把父亲的家产都拿走 你没有必要要怕他的 对 就是这样没错 夜运师在心里给自己打好了预防针 一副嚣张的挺直腰 夜运城 你看什么看 现在我们肚子饿了 你快点给我们去做饭 你听到了没 夜运师气势汹汹地说完这句话 却到底没敢继续在这站住 感觉气势还没有完全落在下方的时候 赶紧跑回了房间 等到夜运师一回到房里 夜运城就在没有抑制住 更加痛苦地弯下了腰 还好 这胃部的静卵没有过多久 终于逐渐地削弱了 夜运城这才缓缓地起身 走到了桌子旁边 到了一杯水喝下 水很冷 就跟他现在的心情一样 昏暗的灯光中 夜运城苍白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自嘲的笑容 一切都是自找的罢了 妈的 夜运师的那一副嘴脸 真的让我好想打他 他是没眼看吗 夜运城脸色这样难看吗 人家脸色是痛苦好吗 天啊 夜运城还在心心念念的 在想着怎么帮他们 但是他们是怎么做的 简直就是恶心 真的 我要哭死 夜运城太好了 我也想要有这么一个哥哥 有了刚才那一幕 画面强烈的冲突对比 众人就越发的清楚 夜运师的所作所为 到底有多么的让人憎恶 录影棚里的聚光灯 温度非常高 夜运师坐在底下 却半点都没有感觉到温暖 他只感觉到了彻骨的冰冷 怎么会是这样 原来那个时候 夜运城脸色如此的难看 并不是针对他们 而是在那个时候 他也就已经胃部有病了吗 夜运师艰难地喘息住 低头看住日记本 颤抖地翻开了下一页 日记本的第二页 同样是密密麻麻 写满了整整一页 而上面的每一个字 都和记忆画面里 呈现的一模一样 夜运师脸色苍白 整个人摇摇欲坠 看住就像是要快要晕倒了 夜运鹰赶紧走了过去 无比担忧地看住他 大姐 你还好吗 夜运师努力地冷静 我还好 可是实际上 四姐妹的脸色都非常的难看 夜运鹰难受得捂住嘴 表情非常痛苦 原来那个时候的夜云成 就已经注意到 他有自闭症的前兆了 所以在后来 才会想出那么多的办法来 想要救他吧 夜运鹰也同样感觉到 心里很难受 在那段时间里 因为大姐还有两个妹妹 所取得的成绩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她一直觉得 她是一个垃圾 还有废物 而在看完整个记忆之后 夜运鹰心里 其实隐隐约约地 有一个想法的 如果夜云成 真的就是小丑 如果夜云成 什么都会 那为什么 就只帮大姐 还有两个妹妹 却完全就不管她 可是在看完 这日记本的内容之后 夜运鹰明白了 夜云成 并不是没有不管她 而是想要她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地长大 正名看住这四个姐妹 你们看到了 夜云成所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为了你们 而她做的 还不仅仅只有这些 摄影师的镜头 很是识趣地 落在了日记本另一面 没有想到 大妹除了在数学 这个方面 展现出了 过人的天赋之外 在编辑写程序 这一方面的天赋 也同样不落下风 果然 让四妹妹 把思雨沿着本书 给大妹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么就从今天开始 再培养一下大妹 对未来的大局观吧 手机即时通讯 直播 还有大数据推广 这些都要开始助手了 不愧是我的妹妹 学的就是这么快 这么聪明 是时候让她编写程序了 不过按照现在我这个条件 想要给妹妹找一个 这方面能力非常强的老师 实在是太艰难了 没有办法了 那就只好 我自己来吧 大屏幕的画面 在这一刻开始了运转 夜运室早早地 就拥有了一部手机 因为她需要忙活的事情 太多了 有一部手机 会让她方便很多 这一天 夜运师手机里面 突然来了一条 陌生的简讯 她打开简讯 看了一眼 什么哥哥 发错信息了吧 如果是未来 她可能就不会理会了 但是现在的夜运师 还是萌萌大的小孩子 她非常有礼貌地 回复了这一条简讯 你发错人了 我不是你的哥哥 在夜运师这条简讯 刚刚发出去那一刻 房间里的另一端 夜运成拿在手里面的手机 就响了 她将手机打开 大屏幕上赫然就是夜运师 发过来的简讯 她笑了笑 我没有发错信息 我要找的就是你 但 这句话是绝对不可能发出去的 夜运成很快地编辑好简讯 这个手机号居然有人在用吗 抱歉 其实我只是太想念我哥哥了 这个手机号码以前 是我哥哥用的 一个友谊接近 一个初出茅庐 自然很快地 夜运师就被夜运成给攻克了 等交换名字的时候 夜运成沉默了一下 没有很快地回复 名字嘛 她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 这一个巷子里面的小屋 特别地破旧 墙壁都已经泛黄发黑 还有脱落的墙灰 以及墙角里 难以清扫到的蜘蛛网 夜运成突然间就想到了 不过是宇宙中最不起眼的尘埃 名字什么的根本就不重要 那么 就叫尘埃吧 与此同时 夜运成名字也发了过去 我的名字嘛 你可以叫我 尘埃 夜运成在想到用尘埃这个身份 去接近夜运师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了这个身份的定位 一个包容天地万象 性情温和的老爷爷 所以他后来一直也是这么做的 他利用尘埃的这个马甲 接近夜运师 给予他最及时的引导 有了尘埃 夜运师的进步 可以称得上是一日千里 不知不觉中 两人就已经认识了两年 两年 夜运师十一岁 夜运成看出日记本 在上面写写画画 最近意识到 大妹似乎对夜运的公司念念不忘 想着她还能有那公司的股份 觉得是我拿走了 哎 她不知道 夜运那公司早就破产边缘 还欠了无数的负债 早就名存实亡了 不过 大妹对这很有想法的样子 或许 可以在这上面引导一下 让大妹以后 当个跨国集团的总裁 似乎也不错 如果这样的话 那现在就要开始培训了 最近引导着大妹产生责任感 让她竞选了班干部 这一步看起来没有走错 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夜运成开始详细地写下 后面要怎么做 直播间的观众们 看到了夜运成一笔一画的 写下了密密麻麻的 关于怎么培养夜运师的计划 卧槽 我三观震惊了 夜运成这写出来的东西 真的好卧槽 对不起 我没有文化 实在不会夸 指挥卧槽 我疯了 我学MBA的 这资料计划 比我教课的老师还要牛逼 按住夜运成这教程总 他妈傻逼都能飞天 槽啊 夜运成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妖孽 我他妈之前就以为他很牛逼了 结果 现在你告诉我 我看到的只是他的冰山一角 妈妈进来后问我为什么要跪在地上 我回答他 我被夜运成折服了 夜运成在日记本上写下的内容 哪怕不是圈子里的人 而是稍微有脑子一点的 都能够看得出来 他这一份计划到底是有多么的详细 而如果按照这一份计划去实施 那么只要那个人不是蠢材 绝对能够被夜运成带飞 就连观众都能够看出 夜运成的这一份资料 有多么的强大牛逼 夜运师又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此时此刻 坐在沙发上的夜运师 整个人已经是完全蒙住了 他低头看住自己手里的日记本 上面所写的 和记忆播放的一模一样 那些记忆是真的 手里的日记本 如同千金重 夜运成 你在背后到底都做了一些什么 夜运师看住手里的日记本 只觉得自己都快要拿不住了 他眼眶通红 说话的声音都带上了一丝哭腔 他原本以为 夜运成为他们四姐妹 做的已经够多了 可是 当这些记忆画面逐渐地开始播放 将尘埋的那些尘埃全部解开 夜运师才发现 原来夜运成要比他以为的 要做的更加更加的多 在花园里面 教他走入数学世界的影子老师是他 引导着他走到图书馆 遇见周老师的 也是他 最后连他会接触到程序 变得越发的有责任感 也是因为他 甚至于 夜运成早就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为他定下了目标 跨国集团的总裁 如今 他可不就是站在了这个高度上面 原来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在暗中住 夜运师的自信 虽然不及夜运仙那般 太过于狂妄 可是 也不会太差 如今被打击了自信的夜运师 整个人就像是双打的茄子 完全地粘了 双胞胎姐妹互相对视 均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毫无办法 这种时候 让大姐一个人独自冷静 或许会更好 场上唯有一个人 脸色无比难看 这个人正是夜运仙 他内心里有无数话想说 也忍不住真的说了出来 不是说好了 这是在看郑总的记忆吗 但是为什么上面播放着的 却是夜运成的记忆 他类似这种的言论 实在是太多了 导演一听就知道 他到底后面想要接一句什么 上面之所以会有夜运成记忆 当然是因为 我们也有在提取 这是夜运成和郑总 两个人的记忆 融合起来的还原记忆 导演说这话的时候 一点都不心虚 因为这都是证明在底下提醒他的 夜运先开口未成 而中道崩祖 他无话可说了 而此时的大屏幕 画面又开始了运转 夜运是遇到了一件 影响他未来人生重大的事 他在尘埃的前一幕话 产生了自己开一个公司的念头 他把这件事跟尘埃说了 夜运成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 其实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他甚至笑了起来 大妹果然有了这个想法 看来前面一直的铺垫 并没有做错 他前面一直引导着夜运师 让他产生责任感 后面还竞争了班长 要的就是想要培养他的领导能力 幸而 不负所望 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很好 我完全支持你 夜运师得到这条回复之后 很开心 我会努力的 之后 在夜运师不知道的情况下 夜运成背后默默地做了许多的事情 终于 在夜运成的前一幕话之下 几年之后的夜运师创建出了人生的第一个视频 香蕉视频 这个香蕉视频 让夜运师的名字 彻底进入了许多大佬的眼里 也同样地把夜运师的名声以及名气都打开了 夜运成收到夜运师发给他的庆祝简讯 陈埃 我成功了 这个香蕉视频 获得了好多人的喜欢 夜运成毫不吝啬于他的赞扬 你做得很棒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这是夜运师的第一个正式由自己创建出来的视频 夜运成自然非常的放在心上 他一直都在默默地关注着这个视频的发展 然后 另外一个视频进了他的眼里 快试 这个视频完全就是copy了夜运师的 粗制滥造到了极致 夜运成刚一看到的时候就皱紧了眉头 如果他来解决的话 分分钟就能够把这个视频打压下去 不过夜运成想了想 到底是没有这么做 未来的路终归是要大妹妹一个人走的 他狠了一下心 先看看大妹妹是怎么做的吧 后面的结果 显而易见 夜运师失败了 不仅是失败在快试的身上 还因为苏俊杰的这件事情彻底破产 他浑身的骄傲 在这一刻也全部消失 崩溃住打通了夜运成的电话 夜运成好不容易安抚了他 等他挂上电话之后 脸色已经变得非常阴沉 好一个快试 好一个苏俊杰 虽然我允许 大妹失败 不过 利息总该是让你们还回来的夜运成手段和动作都比夜运仙要很辣和果断的多 他老早就已经收集好了苏俊杰的各种资料 他跟吴老板在签约完合同之后就想要偷跑出国 夜运成又怎么可能会入他们院 他直接就把收集好的资料呈了上去 并且早就已经派人暗中的跟住苏俊杰和吴老板 他们俩的行程信息被他一手掌握 有了夜运成的信息 警方很快的就把他们两个人给逮住了 一番追打敲问 很快就拉扯出了后面庞大的皮包公司诈骗组织 夜运成还拿到了一面非常鲜红的锦旗 不过这对于夜运成来说 只不过是顺带的 他在迅速的解决完了这件事情之后 就对快试出手了 他的手段放在道义战士这一边 可称得上是无比的阴险 做视频传播的最怕什么 谢黄 夜运成只不过是花了一点点手段 快试就被上头注意到了 再加上他稍微的运作 快试直接就被命令下架整改 至于还会不会上架 夜运成冷笑 只要他还在 就绝对不会让这个快试上架 画面最后的镜头 就定格在他的笑容上 直播间的观众们 近距离地欣赏了夜运成 还没有被病魔入侵时帅气的脸 救命 夜运成真的好帅啊 帅到我和布隆腿了 呜呜呜 我的夜运成哥哥 妈妈妈 夜运成太帅了 他怎么什么都会啊 这一番动作下来 我真的原地怀孕 我去 前面的你们太不要脸了吧 夜运成真的是被他的四个白眼狼妹妹给拖累了 如果是他自己单打独斗 绝对能够创造一个无比庞大的商业帝国 求上天开眼 让夜运成重生吧 我想看他自己登基王位啊 直播间里的弹幕那叫一个乱 看得一部分人目瞪口呆的 实在是这些人变脸变得太快了 前面把夜运成骂成了狗 后面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反转 这简直就是把真相定律 哗哗的往脸上打 而作为这一段记忆画面里 最核心的人物夜运师 她此时已经再也无法抑制 抱着手中的日记本痛哭出声 呜呜呜呜 为什么呜呜呜呜呜 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 夜运师比其他三个妹妹经历的都要多 她是最早开始 意识到这一切 跟自己记忆不一样的 也是最早 同样也是第一个的 去开始去调查真相 在真相调查的过程之中 叶运师的心情 就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有一切 他认为是虚假的东西 后来全部都变成了真实 那一张数字 都能令他感到震惊银行卡 还有手里的这一本日记 以及叶云成 一直隐藏着的身份 陈埃 这层层的真相 在他这么久的追寻之中 终于呈现在他的眼前 就像洋葱一样 越是打开 就越是止不住地落泪 叶运师哭得完全 就像是一个泪人 哭声通过话筒传播 让所有的粉丝都心碎了 这一下 叶运师的粉丝们 终于稍微不那么脑残 其实这么想想 叶云成真的帮了女神很多啊 女神以前是误会她了 呜呜呜 女神好可怜啊 叶云成也是的 为什么都不告诉她 呜呜呜 不要问我为什么哭 眼泪她就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郑明一直都在看住叶云仙 看到她此时痛哭的模样 并没有觉得痛快 因为这对于叶云成所承受的来说 叶运师现在这点程度又算得上什么 她冷冷地开口 你以为她所做的就只有这一些吗 叶运师通红助演抬头 你 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叶云成除了为她做这些之外 还有别的吗 郑明看到她这一副惊讶的模样 反而笑了 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还忘了你调查的事情里 还有一件事情 你还不知道因果啊 叶运师瞳孔豁然放大 她记起来了 那一张天鹅数字的银行卡 投资 医院病房 叶云成也同样一直都在看住直播 再看到自己过往所做的一切被系统播放出来 然后让叶运师如此的后悔痛哭 叶云成心里其实并没有感觉到特别的爽快 那是她最爱的妹妹啊 她如此为妹妹们助想 看到她们如今的这个样子又怎么可能会很痛快 她恨不得系统立马就停止这无谓的直播 叶云成以为这已经算快结束了 可是 等她听到了证明最后的那一句话 叶云成也忍不住的激动起来 大妹妹 嗨嗨嗨 调查了我 投资 叶云成心思何等的细腻 又是何等的聪慧 她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证明口中所说的那一番话 所代表的意思 这个记忆播放肯定会让妹妹们注意到那张银行卡 大妹她那么喜欢掌控的一个人 自然会去调查这张银行卡背后的账户信息 证明不再继续为她遮盖 那么自然而然的 这张银行卡里面的所有信息 都会被挖掘出来 所以大妹妹是查出来了 她投资了她吧 大屏幕上的画面再次开始运转 叶云师相交视频软体失败了 她陷入了痛苦和深渊之中 叶云成借用了陈埃这一个马甲 一直鼓励着她 如同叶云师自己所说 当时如果不是因为陈埃一直都在鼓励她 很有可能她就直接跌入万丈深渊 再也起不来了 叶云师在叶云成的帮助下 终于再次产生了灵感 想到了一款 在她现在还特别火的聊天交友软体 这一款聊天交友软体 是叶云师的翻身之作 也同样的 有好多的用户 通过了这一款聊天软体 找到了自己未来生命中的另外一半 正因为如此 这一款聊天软体还诞生了许多的梗 深夜无人聊天吗 来XXX吧 想要找到自己灵魂的另外一半吗 来XXX吧 无人知晓你的痛苦和悲伤 无人分享你的快乐和希望 来XXX吧 当然 这一款在未来造成如此大轰动 以及非常火爆的聊天软体 现在还只不过是一个灵感构思的阶段 叶云师只把这个想法和尘埃说了 叶云成在看到这条信息之后 唇角露出笑容 不愧是我的妹妹 领悟力就是如此强 这是他故意引导叶云师想到的 而叶云师也不负他所望 当真想到了这一点 一个好的商业idea 要如何实现 那当然是庞大的金钱 那么 叶云成有钱吗 没有 他的钱 如今全部都用在了叶云影这 娱乐圈行业是很赚钱没错 可问题是 他现在一直都是在用赔本状态 来培养的叶云影 并且 新游戏的研发也需要钱 为了给叶云师未来的商业帝国做铺垫 叶云成也同样需要一大笔的钱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结果就是现在 叶云成身上一点钱都没有 叶云成很是头疼 甚至疼到了胃静卵 脸色都因为疼痛而变白 他伸手摁住了胃部 缓解着疼痛 好不容易稍微缓和了一点 他就给正明打了电话过去 那头很快就接通了 正明语气很是熟悉 云成 没错 两人的年龄虽然相差很大 可是经过了这么些年 两人已经成为了忘年交 都是兄弟 叶云成直接就开门见山 正哥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 正明非常的爽快 你说 我和你做个交易 换你一笔钱 你我之间还谈什么交易 我直接借给你就是 不用了 我需要用的钱数额有点大 所以并不想用借的 正哥 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 你 好吧 我知道 你是不想欠我人情 好吧 把你想要做的交易 和我仔细说说吧 叶云成真诚一笑 我们见面聊吧 华龙手机集团总部 正明见到了 已经长成了少年模样的叶云成 普一见到他 正明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我们好像好久没见了 叶云成脸上也同样露出了真挚的笑 是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应该有小半年没见了 这些年他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和正明的联络 也就跟以前相比少了些 因为 他的生命或许不多了 所以不管怎样 至少在死亡之前 把他要做的事情做好 尽可能地把四姐妹的路 铺得更顺畅一些 虽然两人确实是许久不见 可是也没有任何生疏 叶云成很快就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证明听完了叶云成所需要的金额 并没有觉得他是在狮子大开口 反而很好奇地看住他 你到底是遭遇了什么麻烦 会突然间需要这么一大笔钱 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 一定要跟我说 我能够帮的话 一定会帮你 叶云成笑住摇头 也没有藏着掖住 很自然地就把他目前遭遇的境况 说了出来 其实也并不是我遇到了什么麻烦 他的坦白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不可能自己亲自出面 既然如此 那就必须得有一个代言人 这个代言人 叶云成就定了是正名 所以无论如何正名都会知道 那么藏着掖着也没有意思了 好歹和叶云成相熟了这么多年 关于他的事情 正名虽然不知道全部 但也是劣之一二 他他表示明白 我懂了 你的意思就其实是想要以我的名义 赞助你的妹妹对吗 叶云成点头 是 我不会让你白帮我这个忙 他随身携带着一个背包 此时 他就从背包里拿出来了一份文件 这就当作是酬劳 正名看到他这个模样 心里头很是生气 你我之间是兄弟 兄弟之间帮个小忙 很天经地义 并不需要什么酬劳 叶云成非常的坚持 或许这对正哥来言是小忙 可是对于我来说 其实大忙 正哥不必如此急着拒绝我 不如你先看一下 这里面是什么吧 正名听完这句话 其实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他无比的熟悉叶云成 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就已经证明了 这里面绝对是他非常想要的东西 他硬是按捺住心急 做出了一副沉稳的状态打开文件 可是当看到文件里面的内容之后 他再也无法保持住淡定了 正名作为国内手机行业的龙头 国家重点企业 其实一直都背负着重任 这些年来 正名其实一直都有在为一件事情头疼 那就是他们被国外恶意的封锁了 国外一直都有在暗中的针对他们 不让他们获取到先进的技术 甚至还不给他们提供手机必要的晶圆 正名当然不干预屈居人之后 所以这些年来一直都有在自己研究新的晶圆 科研嘛 自然不会很快的能够得到结果 更别说是在如此困难的形态中 晶圆这一件事情已经卡了非常久了 科研也迟迟没有任何进展 正名头都快要爆炸了 而就在如今 叶云成却突然间送给了他这么一份 关于晶圆科研的文件 正名又怎么可能不吃惊 又怎么可能不震撼 叶云成肉眼可见的察觉 眼前的正名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正名眼眶略微有些通红 是因为太过于激动 云成 你知道你现在给我的是什么吗 他丝毫就没有怀疑眼前这一份文档的真实性 没有人会拿这种一世变之真假的事情来开玩笑 所以眼前的这文档绝对是真的无法再真 叶云成 如果我不知道的话 我就不会给你了 他自然知道是什么 所以明白证明此时为什么会如此激动 证明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他艰难地开口 你的这一个报酬实在是太重了 叶云成却摇头道 相比于我要求你的事情 其实这一点都不重 他说的并不是假话 虽然说一开始 他只是要求证明用投资商的身份 赞助业运十亿千万 可是实际操作上 一千万压根就砸不起什么水化 那只不过是前期的投资而已 后面还有无数要用钱砸开路的地方 这些也同样包裹在了里面 所以这真的并不是什么亏本合作 证明正中地把文件收好 语气和眼神都无比的坚定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帮你办妥 而且不仅仅只是一件事情 以后无论你有什么事情 尽管告诉我 只要我能够帮你的 我绝对会帮 叶云成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很快 叶云师找上了证明 把自己对于这一款软体的各种展望都说了 郑总 你相信我 这一款软体未来的前景真的很大 它不只是一个聊天的软体 同样的它也拥有交友的功能 而且是灵魂交友 匹配自己三观性格的那种 吸引对方的不是你的外貌 也不是你的身份以及背景 而是你灵魂深处的性格 叶云师滔滔不绝地说完 就期待地等待着证明的回复 然 明明早就已经和叶云成说好的证明 此时此刻却露出了一脸的为难 表现出了并不是对这一个软体很感兴趣的样子 并且对叶云师表达抱歉 叶云师一下子就情绪低落 但还是努力地没有表现出来 然而就在下一秒 证明却转口道 虽然我是做手机的 在APP这一方面没有什么想法 不过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人 他或许会对这个APP感兴趣 叶云师眼神顿时亮望 当这段记忆画面播放结束 隐藏着的真相也就顿时浮现出水面 在观看着这直播的观众们 几乎有一半都控制不住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并且同时的呼吸急促 心脏剧烈地跳动 就连手指也是颤抖的 他们此时心里面不约而同地浮现了两个字 卧槽 只有这两个字能表达他们如今的心情 等他们从那一份卧槽的情绪中回过神 就控制不住自己敲打键盘的小手了 我之前真的以为叶云诚已经够牛逼的了 结果你现在跟我说 不 你前面所看到的叶云诚 还不及他完全体的一半 我整个人三观就崩了 是那一种激动的崩 有没有人懂我现在的心情 叶云诚已经不是什么牛逼不牛逼的问题了 他就是那种 那种很少见的那种 懂吗 有人懂吗 叶云诚刚刚给郑总那一份晶圆资料 就是我们国家的龙龄吧 靠 真的太牛逼了 到了目前为止 我总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之前证明说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认识陈埃 这他妈改变了我们国家晶圆发展的大佬 能不认识 而且不仅仅这些 你忘了叶云诚还有设计过游戏吗 我现在突然间很怀疑 叶云诚到底还有什么不会的 四姐妹太拖累叶云诚了 叶云诚怎么就不能够杀伐果断一些 心中无女人 我直接就成神 观众们无比激动 直播间的弹幕直接就被狂刷屏了 观众都如此激动了 又何况叶云诚 当这一份完整的真实的记忆 呈现在了他的眼前 本来就因为前面而痛哭流涕的叶云诚 此时此刻 是真的完全整个人都崩溃了 叶云诚 呜呜呜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呜呜呜呜 他痛苦的一手掩面 泪水从他的指缝中流出 他曼调的身躯 在痛哭中跟注抖动 西装的扣子 都差点绷不住了 泪水滴落在他的黑丝上 晕湿透了一片 叶云诚在背后居然为他付出了这么多 叶云诚身为跨国集团的总裁 眼界也在 所以也自然而然地知道 那一片晶圆的价值到底有多重 叶云诚为了帮助他 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可是他是怎么对待叶云诚的 不仅带领着四个妹妹一直都在骂他 甚至还在他因为胃疼 而吐血和难受的时候 还在落井下石 把他当成仆人一样去指使 他真卑鄙 无耻 叶云诚越想就越难过 整个人已经陷入了无法比拟的悲伤之中 整个舞台上都是他压制不住的痛哭声 双胞胎姐妹看到他的这一副模样 也无比的心痛 一左一右地守在他的身边 不断地安抚住他 大姐你不要哭 这一切不是你的错 你也不会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子的 对呀 大姐 你别哭了 如果是叶云诚在的话 他应该也不希望你哭成这样 双胞胎姐妹说着说着 眼眶也不由自主地微红 他们看到了叶云诚背后做了这么多事情 心里面也是有所触动 在这舞台之上要说最冷静的人 自然还是叶云仙 他面无表情地看住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内心的最深处 悄悄地蔓延了一股所有人都无法猜到的情绪 他 再开心 因为看到 并且知道了叶云诚能够获得如今的成就 全部都是因为叶云诚的帮助 也就是说 他从小一直仰望并且追赶的大姐 其实压根就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他所有都是叶云诚给的 和他不一样 所以 他其实比大姐还要厉害 他 已经成功地追赶超越了大姐 不过这一个隐秘的情绪 很快就被叶云仙压制住了 他顺势地加入到了安抚叶云诗的队伍当中 叶云诗好不容易地从那股情绪里抽离 通红住眼眶 带着沙哑的哭腔问正明 为什么 叶云诚他 不是说了让你作为代言 可是为什么你最后骗了他 他的这一番表达虽然看住有些逻辑混乱 不过正明还是听明白了 你是想要问我 为什么我已经跟叶云诚说好了 但是到了后面 却拒绝了你 并且编了一个天使投资人吗 原因很简单 正明轻轻地笑了笑 因为我不想让叶云诚什么都没有 明明这一切都是他的 可是他却什么都不想要 正明看不过去 所以才会突然间编出了一个所谓的天使投资人 这其实是正明自己的思念 他看住叶云诗又开始痛哭 内心长久以来为叶云诚鸣不平地预解 总算是好上了许多 他看住大屏幕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你们以为叶云诚的才华就仅仅只是这些吗 运诗啊 如果不是因为科技的发达 有了这一档记忆提取器 你真的永远都不会知道 叶云诚为了你们 究竟都放弃了一些什么 除了这个晶圆之外 他还付出了你所想象不到的东西 就像是知道他心中所想 画面停滞了的大屏幕 又开始了转动 有了正明的资金 还有背景 叶云诗得以迅速地翻身 从相交视频的这个深渊中 依靠着聊天软体重新站了起来 他再次成立了一个软体公司 既然是公司 那么仅仅只有一款软体 当然是不行的 他还必须编写出其他软体 就在叶云诗苦思冥想着 要编写什么软体的时候 依旧披着尘埃这个马甲的叶云诚 又开始缓慢地引导他 云诗 你打过游戏吗 当然打过 那太好了 我一个人玩着很无聊 如果你有空的话 能不能陪我玩一把 对于尘埃的这点小要求 叶云诗当然不可能会不答应 他当下就陪着尘埃玩了起来 等游戏结束 尘埃发来了一条很开心的文字 果然 有人陪着一起玩的游戏 就是更加有趣 叶云诗笑了笑 刚想要回复 大脑却突然间灵光一闪 等等 有人陪着一起玩游戏 游戏陪玩 对了 他不是一直都在纠结着 到底还有什么软体 是人们所欠缺的吗 陪玩平台啊 现在的游戏行业如此的发达 很多人玩游戏的时候 都希望互捧换友一起玩 但是往往 朋友们没有时间 这个时候就想要找别人一起玩 而他 和不创建一个游戏陪玩平台 满足大家的需求 当这个思路被打开之后 叶云诗顿时就开始闭关 叶云诚在看到那边突然间没了消息之后 就意识到叶云诗绝对是领悟过来了他话中的深意 当下就没有继续发消息给他 约莫过了一个多星期 叶云诗终于出现了 他兴奋地给叶云诚发来了一条信息 尘埃给你看一样好东西 下一秒 叶云诚就收到了一封电脑邮件 他早就已经习惯了叶云诗神出鬼没的这一点 只要他灵感上来 就是消失的时候 叶云诚打开电脑 点开了这一份邮件里面附属的小程序 这个小程序就是叶云诗初步编写的游戏陪玩平台系统 叶云诚刚一打开 眉头就皱了起来 这个游戏陪玩平台系统 太差了 叶大佬是皱眉头了吧 所以是这个系统编写的很差吗 啊 我知道这个游戏陪玩平台 因为我至今都还在用 叶云诗前粉丝 现在路人跑出来说一句 这个游戏陪玩平台软体 是叶云诗成立公司之后第二款推出的程序 但是最终成型不是这样 我们之前还吹捧运诗女神聪明 连这都能够想到 万万没有想到 真相居然又是叶云诚引导的 所以叶云诚绝对又帮叶云诗改了 录影棚里 叶云诗眼眶因为刚才的痛哭 已经红肿成了一个核桃 他红唇微张 外外陪玩 没错 他所设计的这游戏陪玩平台 名字就叫做外外陪玩 取自于他名字前两个字的首字母 他记得这一款程序 如果说那一款灵魂交友聊天软体 将它从痛苦的深渊中拉了出来 那么这一款外外陪玩 就是进一步地稳固了他的位置 他永远记得 在初初把这一款软体写出来的时候 他心里面无比的得意 只觉得这一款设计是他的得意之作 所以在发送给陈埃的时候 他心里头也是非常得意 并且期待着陈埃的赞赏 可是结果 他却被否定了 当时他受到陈埃否定他的那条信息时 第一个想法就是心太炸了 第二个想法就是质疑 陈埃懂什么啊 凭什么这么给他指手画脚的 还否认他的这一款程序 只不过是比他多年长了那么几十年 比他多吃了一些盐 这又算得上什么 不知道老人家都是会被淘汰的吗 跟不上时代 叶韵师陷入了自己的沉思当中 丝毫没有意识到 他把自己心里面所想的都给说出来了 叶韵英听到的时候 下意识地就想要捂住他的嘴巴 但是来不及了 等他捂上了叶韵师嘴巴的时候 他都已经全部说完了 叶韵英一脸完蛋了的表情 叶韵师在说完之后也反应过来 他刚才居然都把心里话全部都说出来了 郑明的脸色一言难尽 虽然他早就在很久之前 就已经知道了 叶韵师并不喜欢叶云成 相反是非常讨厌 可是不管怎么来说 在他的心里 他还是下意识地觉得 叶韵师对陈埃的态度是不同的 不管是尊重又或者是其他 毕竟在之前 叶韵师也同样是表现出了一副尊重 并且感恩的模样 可是没有想到 当一切虚伪的外层被揭露之后 流露出来的内心却是如此的肮脏 人啊 果然是非常复杂的生物 证明声音都带着一股子怒火 你们真的是被叶云成给宠坏了 那个满心满眼都是他们的男人 受不了的他们过得任何一点不好 精心地为他们准备 以及铺垫好了未来的路 可是结果却换来了什么 换来了他们的恩将仇报 叶韵师无比羞愧地低下头 眼眶再次红了 他也意识到 他以前居然如此的卑劣和无耻 从开始到现在 就没怎么开口过的叶韵仙 忍不住了 什么叫做叶云成把我们宠坏了 你不要无中生有出一个罪名出来 他偏头看向叶韵师 大姐 你跟他说 虽然是这一款游戏陪玩平台 是叶云成启发你的 可是无论是编写的这一款程序 还是到后面所有的计划设计 都是你一个人单独完成的 叶云成 叶云成 什么都是叶云成 按照上面记忆来看 不过只是提供了一个想法罢了 有什么了不起 后面可全部都是大姐自己一个人完成的 面对叶韵仙的逼问 叶韵师陷入了沉默当中 是吗 这一款游戏陪玩平台真的完全都是靠他自己吗 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吧 他 好像 是真的脱了叶云成的福 叶韵师的沉默让叶韵仙感觉到了危机 他脸上的神情不自觉地降了一降 大姐为什么不回答 难不成是因为 他后面真的是靠叶云成 在这一瞬间 叶韵仙心里头那股诡异的畅快感 再次涌现 可是在畅快感过后 他又陷入了愤怒之中 他并不想要让叶云成这么风光 台上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主持人也终于在此刻找到了能够说话的机会 他都感觉他快要失业下崗了 嗨嗨嗨 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就知道了 叶云成皱着眉头 他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叶韵师太过于想当然了 这种想当然 让他把这一款游戏陪玩平台 当成了灵魂交友这一款APP一样去编程设计 两者之间完全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不是叶云师说这是游戏陪玩 叶云成压根就看不出来 如果是以前 叶云成可能会温声细语 用引导的语气开口 但是现在的叶云成并不打算这么做 叶云师犯的这个错误 需要一记猛要 如果不彻底的点醒他 那么下一次 他绝对会犯现在这个一模一样的问题 叶云成拿出手机给叶云师发了一条信息 你这是游戏陪玩平台 还是你灵魂交友的盗版APP 我看不出两者的本质区别在哪里